再过几天 澳门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刻 今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团队 通过海陆空接力直播的方式 全方位展示澳门的独特魅力 一起去看一看 您从空中可能已经看到了 我所在的这片街区特别的热闹 我就是在澳门最著名的地标景点 大三八排放前 这是澳门八景当中大家最熟知的景点之一 顺着大三八排放前的台阶往下走 那我们就会走到大三八街区 这条街还有一个名字叫首信一条街 从1999年回归以来 澳门的旅游业是持续发展 那么2018年到澳门旅游的人数 已经接近了3600万人次 比起1999年的时候是增长了381% 而且从去年开始 在整个的旅游区也开始进行智慧化的改造 未来会提供给游客们更多 个性化的这样的服务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位于澳门半岛的澳门历史城区的上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大三八排放 和紧邻着的炮台遗址 2005年包括大三八排放在内 由20多座建筑和8个广场组成的 澳门历史城区 成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31个世界遗产 紧邻着大三八排放的 在绿树环绕中的 是在1626年建成的大炮台的遗址 在近400年的岁月里 大炮台的内部建筑曾多次改建 比如曾经改建为气象台 现在这里是澳门博物馆 展示着澳门的历史和多元文化 从2005年成功升移至今 澳门历史城区在保护中发展 也在发展中保护 为澳门带来了世界级的知名度 更使澳门旅客的数量直线上升 澳门旅游塔因为高度 成为澳门的地标之一 同样在回归之后建成的澳门科学馆 则是因为独特的造型引人注目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呢 被澳门市民叫做是外港 这是连接这个澳门岛和荡载岛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片海面 所以说这片海面是对于很多市民来说 都是非常的熟悉 那除此之外 它的力量也在变强 澳门其实就是在连接着内地 不仅背靠广阔的市场 同时也在连接世界的机遇 这样一种无形的桥梁 就让澳门在汇聚各方 像经贸文化等等这样的要素 在这里聚集 也成为连接中外的一个重要纽带 融通八方